今年將會是非常精彩的一年 除了原本就大家都心裡面有算的 包括像陳柏惟罷免案 吳斯敖罷免案 萊豬 公投的公投案 然後呢其實今年比較讓人家意外 是沒想到牛年一開春 選舉就開打了 選舉就開打 所以剛剛像是玉琳跟這個嘉遠講的這些 那其實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事件 它背後都有不同的脈絡 那我們可以一個一個來講 要破除民進黨這樣的招式的方式 就是所有觀眾朋友 或是說就是在關注這些事件的朋友 都能夠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脈絡 我覺得韓國瑜這件事情 韓國瑜為什麼會拿出來編呢 其實不是針對韓國瑜 他其實是針對林志堅准被落跑 這個民調為什麼憑空飛來一個ET Today 幹嘛要去做一個桃園市長民調 桃園市長民調你要做你做鄭運鵬 你要做你做什麼 還有誰啊 想不出來誰了 鄭運鵬 還有一個 什麼黃世卓 黃世卓啊 對啊 還有一個黃什麼傑的對不對 也是一個新科立委 反正就是民進黨有什麼人要去選桃園市 你怎麼想一般人正常怎麼想 都會想不到林志堅啊 林志堅這個新竹市長任期沒做完 你們當時怎麼批評韓國瑜落跑的 然後所以把落跑這件事情 講得簡直天誅地滅 十二不赦 但林志堅沒辦法 林志堅他的下一步 他就是得要嘛去中央 要嘛就是去桃園市長 所以他是怎麼辦呢 怎麼過水呢 怎麼過水只好做民調啊 只好帶風向啊 就天外飛來一個民調就說 哇塞沒有志堅不行啊 桃園市要掉啦 你看看如果不是林志堅 如果民眾不原諒林志堅 如果桃園的這個民眾 不原諒林志堅 如果新竹市的民眾 不原諒林志堅落跑 桃園市要被國民黨給拿走啦 所以就做一個民調 哇塞 真是捨奸其誰耶 這個林志堅大殺四方耶 這個殺這個什麼 這個議長 然後又殺魯明哲 又殺韓國瑜 韓國瑜都被殺掉了耶 林志堅還能不選桃園嗎 他是在會解套 他是在解套 他是在解套 不然你天外飛來一個民調館 什麼林志堅大勝韓國瑜 這兩個人都沒說要選啊 做這個民調幹嘛 就是先做出來 還記得嗎 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蘇貞昌 蘇貞昌那時候人家也沒討論 蘇貞昌要選新北市長 不是就一開始丟民調說 只有蘇貞昌會贏侯友宜啊 只有輸30萬票 那當然都是後話 不過這同樣的手法又來了 韓國瑜只是被拿來當成 你看說電腳石 電腳石 所以根本不是衝他來的 而是大家要清楚這個脈絡 新竹市民 桃園市民 全國的民眾等著看 林志堅準備落跑啦 林志堅落跑 林志堅落跑 還不是只有林志堅而已喔 林志堅落跑 他有可能的途徑是什麼 去中央 去中央 然後任職一個什麼樣的部會首長 然後下來選桃園市 或者 或者 鄭文太也落跑啦 這麼才是當隔魁了 所以林志堅來代理桃園市長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不然這民調幹嘛這樣做 天外非來民調 民調不用錢嗎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這件事情的 脈絡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 馬英九 我覺得馬英九就是 他就是一個馬維拉 真的我不知道他要 牛棚熱身到猴年馬月 這個美劍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有沒有印象 美劍這件事情真的非常幽默 當然賴老師可能會比我更熟悉 在過年前 這個羅斯福號跟尼米茲號 兩艘美軍航空母艦在南海 其實說什麼共同操演 但其實也沒有什麼操演 你真的看那個航機圖 他們就是一起合照 銅框合照 然後說什麼自由航行 南海 然後這個美軍在這邊勢力很龐大 然後我們蔡總統 馬上當天開國安會議 就在講那個什麼病毒那一天 然後開國安會議說 美國樂見美國對於印太區域和平 對於印太戰略也要持續保持影響力 然後對於有人侵犯印太戰略 然後我們覺得樂見 然後儼然就是美國 這是要對抗中國的 然後我們台灣是美國這一隊的 所以美軍的航空母艦來了 我們表示樂見表示歡迎 結果8天之後 8天之後17號 又是一艘美軍第七艦隊的驅逐艦 經過南海 然後說我要捍衛自由航行權 然後發了一個新聞稿說什麼 說我們要捍衛南海自由航行權 所以像中國 越南 台灣 對於這個南海主權深鎖國 你們在那邊講說什麼 這邊地方都是你們的 領海是你們的 這些我們一概都表示 違反國際法 然後我們都要予以打破 結果我們一直以為 我們自己是美國 對殊不知我們跟中國跟越南 是一對的 在美軍眼中 我們跟中國跟越南是一對的 然後到目前為止 總統府跟外交部都不吭聲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台灣中華民國一直在南海海域 然後過去有十一段線 然後後來變九段線 九段線當然是中國那邊的主張 然後我們這邊主張十一段線 一直主張整個南海 我們擁有主權 然後我們在那邊也擁有 最大的島嶼叫太平島 蔡總統第一個任期 第一個任期那時候還記得 我那時候還是在做政論節目製作人 我都還記得我們討論了好久 賴教授也還是說我們還在 然後我們還跑去屏東做一集 因為有漁民跑去海平島 然後還帶太平島的水回來 其實有點鹹啦 我們還是喝了 說是淡水但它其實有點鹹 我們還是喝了 然後第一個任期的時候 那時候什麼南海仲裁 然後把太平島降為礁 說它不是個島 說它這個島上沒有淡水 它是個礁 所以它不能夠主張這個附近的海域的主權 那時候馬英九跳出來講話 那時候不是有個台大教授叫什麼名字 一下講不起來 好啦 但是蔡總統他也不吭聲 他也不吭聲 他就不吭聲 第一個任期降島為交 蔥之鳥也丟了 然後釣魚台不敢去 第二個任期 現在整片海域你都不要了嗎 不然美軍說這邊沒有主權問題 那我們至少過去一直都主張主權的 如果你今天不主張了 你今天說對不起我要填美 我要填日 我不主張了 那你也把話說明白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其實跟選舉也無關 他就是你知道 民進黨不知道怎麼解釋 總統府跟外交部這麼愛說話的 現在也不知道講什麼 那就只好罵馬英九 反正只要有一招就說馬英九 就是填共就對了 用同一招啦 民進黨都是這一招 轉移焦點 把馬英九名字遮起來的話 還正以為是國台辦說的 這陳廷飛講的話 他們對美國老大哥就什麼話都不敢吭聲 可是話說回來 其實我請教一下淑慧 淑慧我知道當然是現在 我們剛剛講了說 他們反正就是 韓維啦 趙維啦 馬維啦 那還能出什麼招 他們其實很怕藍白河 藍軍如果整合起來 有這些大咖 真的通通團結一心 整合起來的話 怕的當然就是民進黨啦 執政無能啦 這個論述能力啦 戰力啦 能比他們強嗎 所以呢 現在一看 怎麼好像找了阿伯 柯文哲啊 你是藍白要合嗎 當然不行啊 所以想辦法就要來 見縫插針啦 姑且不論 這個江啟臣找柯文哲 這找到底是高招 還是所謂的白爛爛招 可是呢 淑慧 這個很容易就會讓綠營 有所謂的見縫插針的機會 你怎麼看 我其實還是想 那個接著剛剛 凱翔後面說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這六年 總共只有三招 人家獨孤還有九劍 但英文只有三招 哪三招 第一招 時空環境不一樣 第二招 都是阿強的 買不到疫苗 也說阿強的要出臭腿 第三招就是 台灣有中共同路人 有內奸 有盤土 跟民進黨合起來 跟大陸合起來 不就是這三招 任何議題 他解決不了 他全部可以帶上這三招 不管是天災人禍 所以這一次 昨天 你知道這兩天剛好很巧 剛剛新聞事件的兩個主角 昨天我跟馬總統一起在吃飯 然後剛剛我跟趙先生在一起 所以馬總統就很委屈 你也知道馬總統的個性 就在開始很委屈跟隔壁人講 奇怪啦 人家美國要支過我們的領海 我們的總統不應該講話嗎 我也沒有說要怎樣啊 我只是說你好歹要有報備一聲嘛 打個電話也是可以啊 對不對 打個電話說 不好意思 我要去委屈跟隔壁人家 他說我這樣子要求有很過分嗎 這是我們的領海 這是我們的主權 然後什麼民進黨罵他說什麼 跟國台辦講話一樣 拜託 人家又不是經過大陸的領海 人家經過台灣的領海 我說你要跟台灣來報備 又不是叫他要去跟中國大陸報備 我為什麼會是幫國台辦講話 他說其實這些話 應該是蔡英文要講的 他說我沒有愛講話 可是在這個時候 涉及到國家主權的時候 現任的元首不講話 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當你不講話 人家就認為你默認了不是嗎 對 你自己是 就像之前釣魚台事件也是一樣啊 蔡英文也是不敢講話 整個民進黨也是點點啊 日本驅趕我們的漁船 日本當釣魚台 日本把釣魚台改名 我們從頭到尾只敢 誰就說我們釣魚台是我們的主權 自己在家裡面 你連發一個日文新聞稿 英文新聞稿 國際記者會你都不敢 你只敢用中文講一遍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進黨真的很奇怪 就是你的國家主權到底 範圍基於哪裡 還有你的國家主權 到底只有在對中國大陸主張嗎 對於美國日本 你覺得你跟他們是同一個國家的嗎 所以你覺得反正我也是美國的第五十幾州啊 所以你要經過我的領海 OK啊 那個馬英九你在那邊多嘴什麼 所以昨天馬總統真的很委屈 我只是想好好吃飯 但是他非常認真的要跟我解釋這個 我一開始想說第七艦隊 好 這麼高深的事情 大家很認真的講 然後心情很沉重的講 他說我真的不是愛講話 這些話應該是蔡英文要講的 第二個 今天趙先生 你看民進黨的施法是怎麼整他 他今天跟我們講那個起訴書 因為我們在跟他開玩笑說 你幹嘛把你的身家講出來啊 說你什麼幾年到幾年賺了5億 大家也記得這一段 他說我沒有想講啊 但你知道檢察官的起訴書怎麼寫嗎 檢察官的起訴書說 他說馬英九明知道趙薩康沒有財力 還把中廣賣給他 然後說他財力那麼差 還去簽一張55億的本票 那一張本票根本就是無效的 然後照樣就很火大 你說我沒有財力 我就要先證明我有財力 第二個他說他當庭 嗆法官跟檢察官說 好啊 你們也沒有55億的才藝 你們敢不敢簽一張55億的本票 他說誰說簽了這個本票 沒有法律效力 沒有 那你們簽簽看啊 他說當庭檢察官跟法官 通通不敢講話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個檢察官你到底是為了 要整他而整他 還是說你真的有站在法律的基礎上 去看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說現在台灣真的是 你從這樣看真的變很可怕 像前天網友登的那個周春迷有沒有 不是在便電箱切滿了自己的海報嗎 我就寫了一個臉書 我只有寫幾句話 我說我不敢 不是因為我有道德 而是因為我不是民進黨 而是因為我是國民黨 這就是現在的台灣啦 我敢做什麼事不敢做什麼事 不是因為這件事合法或非法 而是因為我是不是國民黨 綠色就暢通 就跟開綠燈一樣 你一路暢通 綠色就限定你可以 所以我覺得沒想到 執政這六年以來 台灣人家都說有雙重標準 沒有雙重標準 我要一直跟大家澄清 只有一種標準 那一種標準叫做民進黨說了算 那至於說這個藍白合作 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昨天也是有一些意見的 但我坦白說啦 任何我的意見是來自於市政的監督 這是市議員的角色 可是來自於國民黨的角色 或者是說這個一般民眾的角色 任何會讓民進黨不爽的事情 我都支持